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大佬 那你肯定想象不到 一个菜鸟小白 如果想在自己的电脑上训练自己的大模型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花自我呢 作为菜鸟中的一员 很清楚难道我们的 不是什么高深的数学理论或者是技术难题 而是 这个文件又怎么解压 这些命令是要一个一个输入吗 报错了怎么办啊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错误 总之呢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卡在 搭建训练环境这关很久之后 最后选择放弃通关 所以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来聊一下 怎么搭建大模型的训练环境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 求求大家给个意见三连吧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重要重要 这里假设的是 屏幕前的你只用过Windows 并且手里有一台还过得去的电脑 如果你是苹果用户呢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过的 在Mac上训练大模型的视频 如果你是Linux玩家 那你一定是大佬 请自我一拜 由于大量的开源项目和机器学习框架 是在Linux上开发的 比如大名鼎鼎的Oslop 就写明了 不支持在Windows上直接运行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 强行在Windows上折腾这些项目的 一致版本 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 好在微软引入了 WSL 把Linux变成了Windows的一个子系统 这就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 在Windows上使用Linux WSL很容易安装 点击搜索栏 收入Windows功能 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这个时候会弹出来一个小窗口 只要勾选这两项 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要确认一下 WSL是不是成功安装了 重新点击搜索栏 输入CMD 在命令提示符这里 点击右键 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接着再弹出来的黑色窗口 输入这行代码 如果看到打印了这些信息 就说明安装成功了 顺便说一下 有些朋友一听到命令行 这三个字就发出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 这个黑色窗口的话 那刚才输入的这串东西 就是命令行 接下来要安装Linux Linux作为一个开源的系统 会有很多发行版本 我喜欢用Ubuntu 安装方法也很简单 还是在刚刚的那个命令行窗口 输入这行代码 稍等一会儿就可以安装好 第一次运行 会要求你设置账号和密码 要注意的是这个密码在命令行模式下输入 是看不见的 所以只要输入两次一样的密码就行 不要怀疑自己没有输入到哦 OK 恭喜你 到这里你已经成功在自己电脑上安装好Linux了 后面只要点击搜索栏 搜索Ubuntu 然后点击Ubuntu的图标 就可以很方便的进入Linux系统了 第一次进入Linux 我们要先记住几个常用的命令 这些命令都很简单 如果怕自己忘记的话 可以点个收藏或者是截屏保存起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在安装好的Linux上 搭建训练大模型的环境了 我们需要安装这些东西 Kuda Toolkit是因为达出的一个工具包 安装后才能利用显卡的算力来训练模型 Konda可以帮我们在一个系统里面 创建多个Python运行环境 而树兰Osloth是比较有名的大模型训练工具了 先安装Kuda和Konda 正常来讲 安装这两个东西 要先去他们的官网下载安装包 然后还要敲一堆命令和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的 有点麻烦 为了让大家少踩点坑 怕自我已经提前帮大家做好一键安装包了 我们先把安装包下载下来 解压 解压完之后呢 复制这三个文件 点击这个小企鹅图标 选择Ubuntu 然后进入Home下面的用户目录 把文件粘贴到这里 题外化 在Windows系统中就可以很方便的管理Linux中的文件 这应该算是WSL的一大优势吧 复制好后我们回到Linux终端 接下来要一行一行的输入这三个命令 输入后大概等一分钟 Kuda和Konda就安装好了 然后再执行这行命令 更新一下环境变量 OK 我们现在要用Konda创建一个Python环境 执行这行脚本创建一个叫做LLM的环境 这个环境的Python版本是3.11 创建好后执行这行命令激活环境 如果看到这里显示LLM就代表激活成功了 那现在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安装机器学习库PyTouch了 执行这行命令进行安装 我们指定了PyTouch的版本是2.4 Kuda版本是12.1 安装完毕之后我们可以输入Python 执行这几行命令确认一下是否安装成功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Kuda是打开的 这样就代表我们正确安装了一个Kuda版本的PyTouch 确认没问题之后输入Exit 退出Python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 我们来安装Ansloth 到这里就很简单了 输入这两核命令 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同样进入Python确认一下 进入之后呢就输入ImportAnsloth 加载Ansloth 如果没有报错的话 那就说明Ansloth安装成功了 那现在你已经成功搭建了训练大模型的环境了 最后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胜利成果 我们把上期训练Java 2的压缩包下载下来 复制进入Linux系统 然后输入这行命令解压 解压完成后呢 进去解压后的目录 现在输入Python trimpy来启动训练 如果你看到这个界面的话 恭喜你 这就意味着模型可以正常训练了 那从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下 开心的训练各种不同的模型了 OK那周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建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花子我都会一一认真回答的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